所謂有十二個人 他就逃亡 離開香港 就告不幸 想去台灣 接著出了事 這件事還未完 不是說我現在過氣 有時間講的 這十二個人 我都要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十二人 最重要的就是 在香港參與暴動 和騷亂 而法庭呢我所知 有全部 不是全部都接近 接近大部分的 香港的法例捉了他們 就已經 審了查了一段時間 就上了法庭 入了司法程序 上了庭 庭就要時間 慢慢的 所以就叫做押後 在押後的時候 就換句話 這個遊戲規則已經上了榜 你就不能夠離開香港 他這個個案是不讓他離開香港的 按照我所知 但是呢 他們正當 來香港就一定在海關 一間 一間塔住的啦 因為 逢你一法庭不讓你離開香港 那個邊界那裡 都下了電腦的了 你沒得走的 那 就聽說啦 他們就是 出去玩啦 還是潛逃啊 我們這些 我們沒有權說啦 我當他總之離開海警 超乎香港那個 警界線 那樣啦 至於這些 這一類的犯罪人呢 有三批的 一批呢 早已經去了外國的了 去了 例如歐洲啦 啊 英、港、英米的國家多的 好了 那跟著呢 就有 這五個呢 就不知道要怎麼走的了 總之他就突然間 在外國出現了 我相信 都不是由正途走的啦 我相信 另外呢 就有 另外有五個 就去了台灣 那五個呢 我所知也是上了庭的 那但是呢 就 突然間 他走了去外國 去到那邊啦 而台灣沒有結宗喔 換句話 沒有公開說 他申請政治庇護 什麼都沒有喔 好了 那跟著 現在這一班啦 他就是 棄保潛逃的一樣 棄保潛逃呢 那麼呢 他呢 就跟著在外國 犯了事被人塌的 換句話 三個情節都完全不同的 好了 第一件事 我要講法律了 在法律 如果你是被人要求 擔保 你中途走了 那犯的罪呢 叫做棄保潛逃 第一個罪 好了 第二呢 你會被人呢 就懷疑你是畏罪潛逃的 這些不是我講的 是法庭經常都講的 你是逃避法律責任 第三件事 可以說你呢 就是藐視法庭 因為法庭不讓你出境 你還要走 那這三個理據呢 就可以判幾重罪的 好了 那這三個呢 有不同的樣本 一個呢 就是沒有被人告的 無端端 他知道遲早抓他了 去了歐洲啊 那些這樣的 稍為上進這個國家 那那些你沒有得講的 只能夠 如果他回來香港有一天 那個解釋就是說 要不他就 出境的時候 逃走的 過邊防犯罪的 因為他沒有 出去的紀錄 但是我相信這些人 不會回來的 好了 第二批了 告了他 而他是安全走出去 去到別的地方去收留他了 那所謂呢 香港政府 現時所講的了 就是你不要窩蟲 罪犯了 因為香港政府 認為那些罪犯 在審中的嘛 你擠上他嘛 好了 那他當然 台灣有很多 你可以解釋的 人道啊 各方面 就是香港講的這個是對的 好了 至於那十二個了 就差點了 他本身在香港揹著一個罪 正在告的 跟著他就出去 去別的地方 再犯罪 那再犯罪 那邊那個國家一定會托著你的 他不會理你香港怎樣的 你理你香港呢 如果大家引渡的話 都好了 你解決了你在中國犯的罪 先的 那在中國犯的罪呢 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了 因為在中國來計 法例呢 是怎樣都比香港 是拿正很多的 我認為 好了 那現時我見到很多政客 就在香港 吵亂八糟 又說要求香港政府 要救這十二人 說那些政府沒有反應 沒有主動 踢一腳 動一下 這樣 那其實這些呢 就是我覺得是 不自幼稚 低能的說法 我覺得香港政府 完全是對的 第一 去了歐洲那幫人 他走了 你不能動他的 他走了 失蹤 在一間 第二 去了台灣 最後爆了出來 你叫我做些事 我就叫他 你不要窩蟲 這個反我們追 你無權說話 人家在那邊 請他喝茶吃飯 逛街看電影 你都無權交予意見 只能夠說 喂 這是我的罪犯 就是這樣 至於那十二個 你只能夠說 喂 我得個字字 這是我香港公民來的 他是現在揹著這條罪的 那就講完了 我想知道一下 究竟他發生了什麼事 在中國 那只有一個字字 OK 那 你能不能夠通緝他 第二個受審呢 當然不行 在內地 捉到法律 犯了 就一定在內地受審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就算在英國捉犯法例 都是在英國受審完 跟著呢 就 但是最近都沒有得引渡了 而且中國和香港沒有引渡的 OK 那你怎樣 中國現在有權說幾樣東西 第一 說你越過境界 第二 我可以說你偷渡進來 第三 可以說你販賣人口 很多罪案都是源於這樣 這些是很有根據的 好了 再加上最簡單 在基本法 我沒有查錯 就是第十三條 第十九條 說明了 外交事務 就是由 中國政府負責的 那你這些居民走去那邊犯法 肯定 過了香港 離開香港境 肯定是外國事務 是中國理的 好了 第十九條說明了 Basic Law National Security 國防的 就是外交的 就是中國事務 香港沒有這樣的權力干涉的 你只能夠關心而已 好了 好了 至於 跟著第二個point 我想談一下 就是 有沒有權力干涉外國的司法呢 我本身是在做法律的行業 那我自己開律師樓的 那我都有些經驗的 那我本身處理過 英文國家的案件 都很多的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紐西蘭 他很多有罪犯來到香港的 他都是人而已 好了 也包括中國公民 澳門公民 來到香港犯法 我都做過的了 那 遊戲規則 就已經是大家定了 遊戲規則 全世界都一樣的了 當他一出了事 第一班人出去 就是警方 一抓到他 一查他身份 講英文的 你哪有國家來的 那就知道了 解釋坑你是 加拿大人 那加拿大呢 就有個責任 香港有責任 通知加拿大領事館 你有個國民來到香港 出了事 好了 那加拿大呢 領事呢 就會派一個人 去猜館了解 那如果他坐了牢呢 就去監獄 探一探他 以國民身份探他 好了 那國民身份探呢 我做的單單一樣的了 那個領事的代表 去到會跟他講清楚的了 那公民 我們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外國 無權監管插著 他本地的司法制度的 他說 我不會請律師幫你的 是香港政府的律師 你們自己找的 我們無權幫你的 那我亦有見過 寫明很清楚 一張紙仔給那個 當事人的 好了 那無數的 我做過 好了 那我就做過一個 稍為特別的 就是在加拿大的 西人 達人 那他在多倫多大學 讀完工程的 那跟著又讀完 NBA 那些都很厲害的 年輕人 在那邊 那他又出了事了 他來香港發展 就是出了事 就踏了他 那他呢 找文領事館 然後找到我 因為我又串連到 加拿大那邊 國家那邊的東西 那 他又這個鬼仔 找我之前呢 他就寫信去加拿大政府 他還寫信去英國 那邊 英國女王 因為他得知 香港呢 他加拿大 就是英國殖民地 以前 就屬於英聯邦的 那個元首 就是那個 手續上最高 就是英聯邦 在英國的 去求英聯邦大臣求救 英聯邦大臣 當然不理他 所以 沒有可能 答覆他 就幫不了的 也不理得 然後我跟他在家 通過很多次電話 就盡量幫他 OK 全世界的國家 都不會那麼容易 參與別人的司法 就算你說美國 美國很兇的 大家都知道 你不要說他表面吵 而已 我未知道 他夠膽 踩一腳 下去你的司法制度 我未見過 我從事法律這麼多年 他們都有一些規則 他們做了不對的事情 我也試過寫上美國領事館 罵 吵 他們也不會說 那麼兇的 沒有 他也是守回規則 只不過哪些人不守呢 那些低能政客 政客是貶低他的 我是故意這樣說的 在那裡亂吹 他吹沒問題 有些弟弟 聽他這樣可以死的 那裡才能炒